各位关注环境的朋友 大家稍好 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下面我们进行黄金白银的价格走势研究 没有订阅的朋友 点一下订阅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投资不迷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个新闻 那就是桥水基金 达里奥 对吧 他已经说了 全球面临高风险的环境 同时高盛的经济学家 也下调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说明大脑们都已经开始看空 那么大脑的发言 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这个环球的一个新闻 如果说没有很突发的 经常都会报道这些大脑人发言为主 那么大脑的发言就意味着 他们整体的一个布局的开始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言论上的造势 但是这种造势只是一个开端 当大脑发言得到验证 出现一个绝望的时候 其实反而刚好是反向的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同时市场也出现了很多担忧的情绪 特别是对于美联储加息 产生了极度的担忧 特别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外流 你看新兴经济体 资本的外流 大概达到了40亿美元 比2013年还要恐慌 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既然这么多的风险 这么多的危险 这个黄金呢 为什么还是不涨呢 对吧 说好的黄金是避险工具呢 黄金的作用就是为了抵御风险 当美元增加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风险增加 但是啊 所谓的抵御风险 不是纯这个黄金 而是当这个资本外流的时候 你有一个金融工具 能够平衡这种资本外流 就很有可能产生一种行为 那就是把黄金卖掉啊 拿去抵御风险 所以这也是啊 我们认为这个黄金进气还没有涨 出现抛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你这个加息的预期比较强啊 资本外流的速度呢比较快 所以你需要去遏制 假设当这个资本外流 慢慢的变缓慢的时候 那黄金的一个需求呢 就会重新回来 黄金的上涨才有可能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中长线的 一个观察和布局 黄金呢在四眼图里面 是一个连续的下跌 而且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空头 在这个震荡的行情里面呢 什么时候到底啊 这个还真是不好去分析 因为它没有出现多头 也没有出现很明确的 这种反转式的K线 所以难去判断这个黄金呢 什么位置是一个底部 那么今天晚上呢 如果说这一根K线图 也就是当前这根四小图 如果到了收盘的时候啊 是收一根阳线 也就是重回这个1809 那么它就会形成一根反转的K线 那么这种K线呢 才可以表示啊 是一个底部 否则啊 到了18点的时候 它收盘价格还是在这个1800以下 它就不是一个反转的K线 这个下跌趋势呢 就不会变 那你的核心交易呢 还是以高空为主 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啊 三浪的一个基本情况 你看 这是A浪对吧 C浪呢 要大于A浪 所以目前已经是明确大于A浪 假设是1.5倍的话 它目标是去到1720附近 1720附近 所以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大的趋势 大趋势 好了 什么情况下反转的概率比较高呢 当前这个位置啊 如果它收盘价格 比如说这根四小图 或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四小图 它的收盘价格 重新回到这个一倍空间的支撑位 大概是在1820这个位置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底部的确认呢 就会比较高了 比较高 所以今天晚上的一个四小图的收盘价格呢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收不上去的话 那你继续往下看 看这个1730附近 收的上去呢 那你可以考虑布局多单啊 这是一个黄金的情况 我们看白银 白银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日线图 这是C浪一倍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两倍 现在也是在一个两倍的位置 既然你的两倍位置支撑是在 20.96也就是21这个价格附近 我们发现了它这个位置是有收盘啊 收回这个两倍的空间 所以这个白银呢 当前我们认为呢 它是有一个注定震荡的概率比较高 去争夺这个20.96 20.9这个价格附近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个白银呢 今天晚上啊 如果说它能够反转这根空头的K线 也就是重新创新高 那就表示这个白银呢 完成了筑底 那反弹的可能性就很高 那么达成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考虑啊 这个白银呢 要布局多单了 而这个20.96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位置 原油啊 当前呢 也是在高位的阻力位 出现一个下跌 那这个原油到底是涨还是跌呢 就目前情况去看呢 这一波的上涨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一浪 那么第一浪呢 它就会有一个很关键的支撑位 那就是0.5的位置 大概会在104 104 所以今晚的原油啊 如果说下跌的话 104就是一个关键的支撑位 这个价格呢 你可以考虑啊 去布局多单 那目前呢 四小图是一个空头的信号 就上涨过程中的一个空头 那就表示这个原油啊 有一个震荡的需求 那你可以做一个高空啊 到104呢 在核心的去布局多单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只给了一个方向啊 没有给一些具体的支撑和阻力位 因为现在的行情呢 在短线的交易上呢 变化会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在真实的交易过程中呢 需要实时的去调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交易系统啊 去做一个分析 那只需要记住一些重要的 多翻空 空翻多的关键位置啊 就可以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